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就是石墨它是很多层像一本书一样的 你把一本书拿来把它扯上一张纸 那一张纸就是石墨锡 一片石墨立朝头 它占在了所有前沿材料的最前列 这就是锡碳文明 我们中国的石墨矿占全球的70% 所以这就是老祖宗给我们埋下的真正的保障 如果我们把这么大的矿场资源用起来 变成石墨锡 然后石墨锡技术连接所有的其他技术 咱们国家还不强生地乱 大家上午好 我的题目是锡每天下 锡就是石墨锡 每天下 这就是我们的愿景 我做了碳材料做了将近20年 你看我早期跟这个Herry Kroto先生 他是碳六四的发明者 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1996年诺贝尔化学奖 石墨锡也做了十多年 那这十多年干了什么事呢 就是这几张图片 第一个就是Fiber 就是纤维 第二个就是Firm 就是薄膜 第三个就是Foam 就是一个泡沫 第四个就是Fabric 就是一片无纺布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F4 或者叫四个F 你们所知道的石墨锡也好 其他纳米材料也好 它都是停留在纳米尺度 你在我们生活中 你是看不见 也摸不着的 那怎么样把纳米材料 应用在我们现实世界 就是要跨越纳米 从纳米走向宏观 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的泡沫 世界最轻材料 除了这个所谓的轻 表示你可以做隔热 储能以外 你还可以吸油 比如说你海上漏油了 怎么办 如果有这个材料 你在做好以后 海平面上一撒 然后用一个网一收 就把这个油给它吸附了 吸附得又快又好 还有这个无纺布 它可以做电极 那么燃料电池 最核心的技术是什么呢 电极 为什么我们已经研究这么久了 它还没有大面积的商业化呢 就是因为它太贵了 因为它其中要用到钵 用这个石墨锡有什么好处 那么第一代 它可以做一个支撑材料 让这个纳米的钵 附在上面 提高钵的使用效率 第二代 它可以非钵吹化剂 比如说铁啊 钩啊 这种非常便宜的 也可以附在上面 那么这样你就可以大面积用了 当然最重要的目标是 全碳的吹化剂 非金属 那么这样呢 这个材料 它既可以作为载体 又可以作为吹化剂 到那时 燃料电池也好 其他电池也好 都可以大面积用了 所以这就是技术的力量 刚才说了 石墨锡 它和人类文明挂钩 人类历史 它是靠什么书写的 是靠材料书写的 所谓石桃铜铁 就是石器桃器铜器 在这几个时代 咱们中华民族的文明 是领先世界的 那么秦朝 为什么能够一统天下 因为它的青铜冶炼技术 非常发达 所以到同期时候 我们都是领先的 那么到了铁器时代 也就是近代文明 我们落后了 那直到我们建国的时候 我们提出了钢领 感应超美 主要的指标就是钢产量 那么现在呢 我们是一个信息时代 信息社会 靠什么 硅 由于硅的技术 美国成了世界领先国家 那么它那些 大公司 大富豪 前面首富 基本上都是以硅为载体的 当然我们中国的 前面的几个首富 由原来的做房地产 现在也转向互联网也好 信息也好 也是依托于硅的技术 人类文明的下一个时代 是什么 我们称为量子机缘 什么东西是决定性的 一片石墨 也就是石墨锡 石墨锡很简单 就是石墨 它是很多层 像一本书一样的 你把一本书拿来 把它扯上一张纸 那一张纸就是石墨锡 一片石墨立朝头 它站在了所有前沿材料的最前列 这就是锡碳文明 我们要实现中国梦 将来我们还要实现人类治理 靠什么 掌握最核心的材料 那么在所有的材料里面 刚才讲了石墨锡 手取一指 力学最强 导电最好 导热最好 同时还有一系列的 所谓的量子效应 当它叠的角度不一样的时候 它性能也不一样 所以其中有一个角的非常关键 叫磨角 Magic angle 叠在一起的时候 可以出现超导 这就是非常神奇 但是这么好的性能 它很难加工 加工不料的东西 它的用途是非常有限的 人类的所有的材料 靠什么加工 第一个是把它融化 就是靠加热 升温 还有一种是溶液 就是把它分散在溶剂里面 但是最完美的石墨锡 它就无法在溶剂里面分散 当然它的溶点太高了 所以它就无法用溶中加工 怎么办 这就是科学家要解读问题 我们换一个思路 把它的表面有一部分碳 转变成氧 叫氧化石墨锡 它可以加工 可以溶解 在水里面都可以分散 水里面分散 像一杯橘子水一样的 你一涂就是一张膜 就这么简单 你一仿丝 它就是一根纤维就出来了 所以我那个4F它能够做出来 就是因为它的溶解也好 但是它有一个缺点 你看它上面有孔洞 那些立地 电热声光都衰减了 甚至没有了 当我把它做成材料的时候 我又可以通过一个适当的手段 光学的或者是化学的手段 给它还原回来 让结构得到修复 这样就解决问题了 所以我们的焦点就是做氧化石墨锡 我们中国的石墨矿呢 占全球的70% 所以这就是老祖宗 给我们埋下的真正的保障 如果我们把这么大的矿场资源 用起来变成石墨锡 然后石墨锡技术 连接这个所有的其他技术 咱们国家不强生都难 石墨锡要走向千家万户 关键科学问题是四个 第一呢就是 石墨锡的原料怎么自备 同量自备出来 第二个 自备出来它的应用呢 有两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呢就是 自备出来又像纸一样的 又要一张张叠起来 这就叫宏观组装 第二个呢就是分散 像撒卫镜一样的 最终当然我们要实现器件 要达到这个碳文明 要做出碳的芯片 当然还远远不止芯片 石墨锡产业化呢 大家也听得很多了 它有分阶段来推进 所以呢我提出的是一个 接续论 分阶段 接续去这个 奋斗把问题解决 那我提出一个三声模型 第一个声就是半声 半声石墨锡做什么呢 就是功能的添加 就是石墨锡在里面 就是起未经作用 它和传统材料结合在一起 提升传统材料的性能 转型升级 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共生 就是石墨锡来起到 功能的主体 大概在 今年到明年 要开始爆发了 最终我们期望的 当然是创生 就是颠覆性的应用 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芯片 包括5G 包括未来的6G 包括光电子器件 还包括海水氮化 这些都是颠覆性的技术 但是我的观点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来的 你没有前一个阶段的突破 没有这个积累 特别是没有资金的积累 后面是很难的 当然你如果是 听到一个技术 马上就可以产业化 那也是不可能的 石墨锡 像一个基因非常强大的 一个婴儿 他出生了以后 他还不能马上去干什么事 先小的时候 打打酱油 就相当于半生 然后大学毕业了 找个工作 养活自己 相当于共生 那么最终 他经过社会的历练 或者是 经过一系列的研究 获得了一些成果 那么他创造了 颠覆性的东西 这就是跟一个人的成长 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要伴随着它的成长 享受它带来的红利 下面我举一个例子 刚刚我们实现了单程 氧化石墨锡的规模化自备 商业化自备 已经是规模化自备 不是实验室的自备了 并且获得了国际的认证 我们还把它应用起来 开发了下游的一个应用产品 也就是用在我们的纤维里面 那这个纤维的认证也是第一个 目前也是全球唯一一个 意味着我们石墨锡进入了单程时代 它进入了有序发展的时代 我们第一个应用呢 是做纤维 纺织 它的市场巨大 它是整个产业革命的先驱 第二个产能巨大 中国每年生产的化铅 5000万吨 占全球的70% 同时还生产多少衣服呢 456亿件 这就是我们的产能 通过石墨锡最前沿技术的植入 把传统产业颠覆掉 原来的传统的纤维 所有的技术都是老外的 那我们通过石墨锡的植入 立马跳出它的包围前 我们形成自己的全链条自主知识产权 我们这个技术出来以后呢 核心进行了真正的升级 所以我们小康社会 要做出满足人们小康需求的服装 这就是石墨锡服装 第二个技术 共生 我举个例子 就是发热 第二个呢就是取暖 咱北方冬天马上要供暖了 现在呢都是烧煤 污染很严重 那个能耗非常大 我们用电来取暖 类似于这样子地毯一样的 直接插电就可以 那么电能直接转换成热能 它能源转换呢 这个中间的程序很短 所以它的转换效率非常高 接近就是90%以上 能耗很低 同时呢它也没有污染 也很安全 第二个健康理疗 就不光是房间里面 那么你还有这个床上用品 石墨锡的 除了发热以外呢 它是远红外 远红外呢对人体的这个 和人体的自动发的这个光波的波长 完全的是重叠的 所以它对人体健康是非常有利的 所以两大应用 这个呢市场都非常大 这是共生 创生我也举个例子 有含碳90%一档的纤维 叫碳纤维 碳纤维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战略性的材料 那个军工领域应用非常广 比如说你战斗机 那整体的外壳 大的民航客机 波音和空客 A380等等 有一些汽车也开始用了 水里游的都可以用到 国之中气都需要它 它是日本人发明的 同时呢 现在日本也做得最好 那当然也是受美国控制的 美国人说 哪里不能卖 那就不能卖 我们用石墨锡 直接仿丝 做出了石墨锡碳纤维 这是什么概念 就是我们真正的 从源头实现的颠覆 传统的这个聚饼金 它的纤维是通过石油 做成单体 它是液体 我说固体了 我这个东西你说 有可能超越它吗 当然完全可以 同时它的导电和导热性 也非常好 这就是我们人类追求的 极致的材料 叫结构功能一体化 那比如说一个外壳 一架飞机 它既可以沉重 这叫力学性能 同时它又可以防电磁屏蔽 就是防雷击啊 防这些其他的一些电磁干扰 那么现在怎么做的 现在多层 一层结层 一层结层 所以你要把这种材料 做出来了 那真正的颠覆 原理上颠覆 性能上颠覆 最后应用上实现颠覆 这就是创成的应用 科学本身就是一个市场 但是只是很多人没有发现 这就是第一个市场 图二 第二个市场 图B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第三个 图C 逐渐推到终端 面向国家需求 解决国家重大问题 将来才能够实现 人类 这个 共同进步 中华民族 在人类文明史上 才书写的 光辉的一页 未来西世界 是什么样子的呢 自新能电感 现在人工智能 芯片 能源 电力 感 传感 所谓的将来的六机 或者是无人驾驶 全是要传感器 传感器靠什么 靠高性能的传感器 加算法 就这么简单 星空天地海 那未来星空 刚才说了天地海 都可以 西用江无边 所以应用是无穷无尽的 这就叫 西碳文明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